246 星島日報 文憑試金放榜六男五女嬰狀元死亡支卷成績微星八大學位二增一 2015年7月15日港文A02頭條第四屆中學文憑試金日放榜 今年認考人數跌至約73000人 比去年少近5500人 如24000名入校考生取得33222 符合入讀大學最低門檻 約四成的比例與去年相約 但實質人數則少2000人 我每年約12000個八大院校資助學位推算 競爭情況應較去年稍為緩和 被譽為死亡支卷的中文科 今年有近52日校考生達第三級 達標率微星 今繼誕生十一名七優狀元 當中三名超級狀元更在數學營身單元和獲五 考生人數持續下降 僅得七萬二千八百多人應考 相比一三年的高峰 大幅減少於八千人 扣除自修生 共有約六萬一千名入校考生 近七成人考獲年同中 英文在內的五科第二級或以上成績 表一 較去年略升1.2個百分點 符合部讀副學位課程或認證公務員職位 基本要求 通識獲第五級創新高四成日校考生 職二萬四千四百人 取得33222成績 爭奪約一萬二千個大學聯招學位 與去年一樣 維持兩人增一值 但由於考生人數下跌 取得19至21分的邊緣水平考生 有6885人 比去年少五百多人 調競爭情況較去年緩和 向來市考生焦點 必修科之一通式教育科 不過 再過往三年 考得第五級或以上的比率 一直徘徊百分之八至九個百分點 今年首次突破一成人奪第五級或以上 表義 不過 考得第三級或以上的達標人數比例 由首年的七成二 連續四年下降至今年約六成六 俗稱雜誼 比例再錄得新高 佔百分之一點八 但仍屬四個核心科目中 最少人被評為不與評級 今年通式教育科卷一的三條必達題首次去政治化 一度盛傳的大熱題目佔領行動也沒有涉獵 令不少考生操守不及 考評局秘書長唐創事表示 通式教育科的題目從來都沒有所謂政治題之區分 學科課程設有六個單元 試題為跨單元題目 從來都沒有明言卷一要有政治題 我們亦不鼓勵考生去貼題目 他又指 出題以課程要求 考評指引 過去數年試題為依歸 確保整個試卷有均衡分佈 三男生成超級狀元被指示力界最淺的中文科 寫作卷賣大包 整體題目相對顯淺 更首度在作文題目為文言引文提供白畫文解釋 成功令達標率微升 考獲三級或以上考生達五成二 英文科達標率微跌0.4個百分點 或五級或以上的考生液下降一個百分點 數學科必修部分整體成績比去年理想 達標率級考獲第五級考生人數均六得勝負 至於其他語言科目方面 僅一名入校考生應考法語 但最終平衛不與平級 今年共誕生六男五女考獲七科五的狀元 比上屆少一人 其中一人取得六科五及其他語言學科 A級成績 而當中三名男狀元同時在數學延伸單元或五 成為超級狀元 另有二十二人取得六科五 其中兩人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年紀最大的考生為六十五歲 最少的日校考生則是十五歲 共修讀五科 一名十二歲的考生則以自修生身份應考一科 記者 魏爾庭